要想学习今日头条的课程 那么一定要在今日头条的官方网站上注册成 它的个人用户或者是公司用户 这样你才会有机会能够学到头条号的一些视频课程 那我现在呢就是给朋友们演示一下 先是呢在你的电脑端打入np.totel.com 打入之后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手机号码的注册 并且获得验证码 然后呢才可以登录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APP下载 登录你的头条号账户 通过你在头条号账户里面的后台进入 可以有机会呢去学习头条号的一些视频课程 我这里做的一个视频的课程呢 都是来自官方的头条号 做的一些他们平台使用的一些规则和视频的课程的介绍吧 那呢我只是选择其中比较紧要的几个部分 大多数的内容呢还是非常多的 我现在呢就进入了我的头条号 网峰传媒的账号 那么作为刚开始使用头条号的用户 那怎样开始学习他的课程呢 因为他的课程呢是比较多的 那我现在点击进入np.totel.com 我是在电脑端给朋友们演示一下吧 那么头条号的创作的界面 集中力量呢都是在他的左侧 左侧的话呢它分成这样几大模块 第一呢是创作 也就是说你在头条号去发文章 发视频 发微头条 做问答 做音频 这个呢是上传你的作品 管理呢是指你的作品的管理 也就是说以上六种的 这个创作的格式 那么你发过作品以后 这是进行你的作品管理的 数据呢是指你在头条号 作为一个创作者 内容创作者 你所获得的一些收益 和你的作品被观看浏览的一个数据 以及你的粉丝的数据 粉丝的画像 那么成长指南 在这里有一个红色的部分 叫做创作训练营 那么呢我是要给大家集中介绍的呢 就是创作训练营 那我现在点击进入创作训练营以后呢 怎样开始学习头条号课程呢 怎样才能够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 并且多快好省的来去学习头条号的 这个玩法呢 它是这样来分类的 课程呢它是分成四大类别 一个呢是新手入门 从右往左 第二个呢是变现攻略 第三是账号运营 第四是创作技巧 我认为刚开始去使用头条号进行创作的话 基本上是应该点击新手入门的 那么你点击新手入门之后的话 它就是有全部的视频课程 那全部视频课程 它又进行一个纸目录的分类 它是分成 因为它是按照以下的这个头条号的这个内容创作的形式来进行分类的 比如说你做图文的或者是你是做微头条 或者是做这个这个悟空问答 或者是你单纯的去发视频参加了它的中视频计划 或者是你是发一些小视频 或者呢你做一些直播 那么还有头条号的平台规则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 在前期这个磨刀不误砍材工 还是很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了解一下最基本的一些平台的规则 特别呢是在新手入门这一个章节 所以呢我呢给大家推荐的呢 比较多的都是在新手入门这一块 比如说我现在呢放在全部这一块 如果说你点击图文 那就是直显示图文的内容 那么比如说什么是图文 那么图文的推荐的机制 以及图文的创作的标准 图文的审核的规则等等 这都是图文上面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头条 他首先呢给你介绍什么样的是微头条 那怎样获得高的阅读量 怎样写好微头条 如果你是要做悟空问答 那么他点击呢就是什么是悟空为答 那么在头条的问答中 他的平台的审核机制 通过问答呢 你怎么能够获得自己的收益呢 希望这样一个开篇的介绍 对大家呢有所帮助吧 变上测海林产版主要织用